不开心的时候,尽量少说话,多睡觉,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,不求很成功,但求不后悔,你要明白,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,这是你自己的人生,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,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,这一程,希望你获得烈马青葱,不为他人的目光所累,不知道是越来越独立,还是越来越心虚,走了这么久。 发现唯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,只有你把自己变好了,你足够强大了,才不会在意他人,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决定啊,这是你的自己的人生,不是别人的,人生感悟雨露,人生感悟,你不能是一只橙子,把自己榨干了只就被人扔掉,你该是一棵果树,春花秋实,年年繁茫,大家可以平良心观察一下,人们一路过来, 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,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,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卡,都会用自己的路要走,只要记得,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,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往前走,做对真实的自己,在事情做成以前, 你可能说什么都不被承认,当事情做出来摆在那里,不用你开口,也有人来请你发言,不着急,静静啊,用所有的寂寞时光为自己补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